同學來講,如果不想要後面再先做高模 然後後面再處理那個低模的這個拓譜的話 其實你可能比較適合你的是先做一個低解析度的模型 所以這邊呢有一個Content Browser 那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現在需要去找一個Model是Biped 二族動物 所以我這邊呢先把這個拉出來 拉出來以後呢這邊有一個超大的頭上半身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它的UV Edit 我建議你就是進ZP之前就拆啊 當然你進ZP以後要再拆不是不行 它裡面有一個工具叫UV Master 可是那個每次拆結果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一個拆起來並不是很安全的一個工具 所以最適合你的工作由 是以目前學過的工具來講 比較適合的就是先在Maya裡面先做低面說的模型 拆好UV以後呢 把這個模型會出成一個Sport Selection 這邊輸出成一個MA或OBJ其實都可以 因為新版的Maya就是那個MA也吃 那你可以有的時候你發現MA不行就改OBJ OBJ不行就改MA 通常是有一個一定可以的 然後另外呢模型盡量全都維持四邊形 因為在ZBrush裡面必須它要做Smooth 就是它會細分喔 所以細分的話你最好是做四邊形的模型 但是我們其實上次有講過有一個新的工具可以直接快速的變四邊形 你也可以考慮用那個玩意兒 不過那種工具可能部線都不太準 所以盡量就是低面說的模型然後它的TOP是對的 這個很重要 Topology要是對的 那我剛剛輸出一個OBJ以後呢 現在進到ZBrush以後 這邊有一個LowTool LowTool這邊我剛剛輸出的東西可能是在文件的Maya的專案 DefaultSync裡面吧 欸不是喔 這邊是ZTool 欸對不起喔 這個是LowTool 不用說指定的 可以看到這邊是Import 那Import裡面呢 我們就找文件 YavaJetDefaultSync OK 我們可以看到CatJarmature 那這個模型呢進來以後呢 先拖拉 拖拉以後第一件事情趕快按編輯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去控制它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會怎麼樣 就是 就是你忘了那個要一開始的時候就 就是你沒有按編輯 你可能這樣拉 它就是 欸我的頭了 我的頭不見啦 這樣 你看就變這樣 就變 就變 就變這樣子 所以你記得要一開始就先 拉出來以後馬上按快速鍵T Edit Object 那它的標準控制呢 就是游標標碰到模型 它就是旋轉 那 如果加Alter 再加上那個畫素左鍵或繪圖板 直接按著繪圖板不放就是平移 那如果你在平移的時候呢 左鍵按著不放 或者是捏筆還是壓在繪圖板上 先放開Alter就變成縮放 那我知道你一定覺得很多時候 你可以考慮 用這裡 比如說這裡有Move 它就Move 在這邊啊 按著不放 這是Zoom 是Rotate OK 那我們在做這個模型進來以後呢 先檢查UV 所以你可以到這邊找一個叫做UV Map 你可以這邊做Morph UV 我覺得螢幕解析度怎麼好像變低了啊 蛤 蛤 是我錯覺嗎 你覺得解析度不太對 對啊 這個解析度不對啊 下面的東西不見了可惡 沒辦法講 那現在你看這邊還有Morph UV 它就可以把這個皮給剝開 以前Maya有一個拆UV的那個外掛叫Pelting剝皮 它會把那個皮這樣切開 然後還會懸掛在場景裡面 而且那個皮還會晃動 很好玩 Pelting剝皮 對 回去後來沒有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娛樂效果 然後再來呢 再來呢 我們現在就是Giamtry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開始細分 你先看油標移上去 它目前的面數呢 是兩千面 所以你做Divide Ctrl D 它就可以再細分 就變成是四倍量 然後你可以再Divide 那我們先講一下筆刷的選項 筆刷在這邊 筆刷你最常用的會是 Play Play Build Up Smooth 可是有一些工具其實你不見得會用到 這麼多筆刷其實幾個比較重要的 我等一下再把它講一貼進去 呃 我們先用標準筆刷好了 這個本來就是標準筆刷 那我們先看右邊 這個是畫材質跟它的貼圖 這邊是畫純貼圖 這邊單純是材質 但是其實你平常可能不會用到那麼多啦 通常就是RGB用用 因為它的Material其實丟到其他軟體也是隔屁 所以它就是在裡面自爽的狀態而已 可是這個RGB畫出來的貼圖 可以丟到像Maya 或Unity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來呢這邊Z8是凸出來 然後Zsub是凹下去 那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Zintensity是筆刷的強度 Focal Shift是筆刷與畫的程度 然後這邊有一個Draw Size是筆刷的大小 那這個是每一個筆刷都有一個設定 然後就是這些設定 它可以幫你替每一個筆刷都記起來 反正你就開著吧 反正就先著 這邊呢有一個Transform裡面 有一個Activated Symmetry 那是啟動對稱 那快速鍵是X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S軸對稱 對嗎 好 那現在呢 就是我們剛剛細分一些面以後 這邊你可以試著玩玩看 這個先拉下來 那我對稱有開嗎 就是這樣子 調大小的時候 可以按快速鍵S Draw Size 然後這裡有一個Slider 可以調 S 那是什麼呢 然後我今天又要用滑鼠了 每次來這邊教師用滑鼠滑鼠 不過上次還可以耶 等一下 金銀有那麼悲慘嗎 等一下 先用滑鼠條 然後呢 這樣 看一下 這有沒有趕壓 去你的 趕壓就算了 欸為什麼又出來了 欸煩欸 在幹嘛 啊算了算了 有滑鼠 神奇 沒有滑鼠板真的很麻煩 可是有人可以用這個滑鼠刁的不錯 我有教過學生是這種的 看著我目瞪口呆 欸 不行我一定要用這個 到底玩不玩就出來了 這為什麼啊 是我手上濕濕的嗎 欸也不是 為什麼 我怕算了 先這樣子 那這個就得把他的力量調得很小 快速鍵是U 就只能一層一層疊啊 不要嚇唷 人家繪圖版沒有了 很可憐耶 這邊還有一個眼球好了 B C Clay B是筆刷的快速按鍵 然後C是說是C開頭 然後他每一個都會有一個對應的字母啊 所以比如說我要用Clay Build Up 我再按一次B 他就會選B Clay Build Up 所以就是 哎呦 這邊按快速鍵 U 好爛的感覺 這影片我可以不要上傳 我覺得好丟臉 你知道每次錄到用那個花束畫我就覺得好像死 所以可以不用上傳 好太好了謝謝 然後呢像那個有一些筆刷很重要啊 像那個Clay Build Up 基本上他可以做很多事 比如說像畫這種無聊的 頭髮啊 鬍子啊 不用Ctrl D再細分 你看他可以這樣子畫 呃 再來呢 比較重要的筆刷還有像是BD Dense Standard 這個是要記起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Dense Standard 他可以畫 我這邊再細分一階好了 Dense Standard 可以做什麼呢 他可以畫那個比較銳利的東西 S按一下Draw Size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像這邊是凹下去 凹下去的話是ZSub 對不對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 Alt鍵按著不放就切換 他現在顯示的是ZSub凹下去 Alt按著不放就點倒 然後變凸起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你也不見得一定要 常常這樣去做 上面那個選單的切換 這邊可能是B C 那你有些地方不想畫到 你可以用Ctrl 加遮罩 它有遮罩 然後這邊就可以 可以 這個是Clay 真的不能看 BI好了 Inflate在哪裡 Inflate 這邊 然後筆刷的力量再調小一點 好 這邊可以 序盤子不放 就是平滑筆刷 要記得它的強度現在很高 Zintensity 就是每一支筆刷都有不同的設定 所以不要切過去的時候就很高興 其實看一下數字 這邊BD Dance Standard 調出來BDS 這邊又可以再畫 哎呦呀 然後這個軟體其實很奇怪 它的筆刷大小 其實是跟你拉那個模型的遠近也有關 所以你拉近一點 它就調起來比較細 這個是很奇怪的設定 很少軟體是像它這樣子 這邊可能是 畫個鼻孔 鼻孔概念 標準筆刷好了 這邊就Other 我還可以讓它長鼻毛 你要看嗎 等一下喔 等一下長一下鼻毛好了 覺得好笑而已 鼻毛的長法是這樣 Ctrl 按著不放 其實本來你也可以長鬍子長頭髮啦 然後你看這樣子喔 這邊有個叫做Fiber Match 這好玩而已啦 這其實不太實用 這個是 丟到別的軟體也是可以用啦 但是其實我是覺得它實用性有點太低而已 這邊有一個Preview 有沒有看到 然後Modifier裡面還可以修改它的 鼻毛的長度 你看是不是少了很多 然後呢 然後可以再 奇怪的樂趣 你看鼻毛變少了有沒有 好啦好啦 隨便玩玩啦 其實它就是 Preview完以後啊 你看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就按接受 接受在哪裡啊 接受 等一下我先把它設長一點 呃 Maximal 這邊有個 啊啊啊啊 然後接受 接受以後呢 這邊有個subtool 有看到subtool 你就有兩層 一層是鼻毛 一層是模型 然後這邊還可以開關 有沒有 Ctrl按著不放 先取消 再Ctrl按著不放這樣 拖拉取消遮罩 那下面這個鼻毛 其實好玩而已啦 刪掉好了 OK 我還可以到時候跟你講就是 算了 不能教你們教太多 因為這個 也不是什麼政科 那你們應該要學一點啦 你們先試一下吧 好不好 那個我講太多了 你們也記不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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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